文具的家 铅笔只用了一次 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橡皮只擦了一回 再想擦就找不着了 贝贝一回到家 就向妈妈要新的铅笔 新的橡皮 妈妈说 你怎么天天丢东西呢 贝贝眨着一双大眼睛 对妈妈说 我也不知道 妈妈说 贝贝 你有一个家 每天放学后 你都平平安安的回家 你要想想办法 让你的铅笔 橡皮和钻笔刀 也有自己的家呀 贝贝想起来了 他书包里的文具盒 就是这些文具的家 从此 每天放学的时候 贝贝都要仔细检查 铅笔呀 橡皮呀 铸笔刀啊 所有的小伙伴 是不是都回家了 这些文具盒 在工作 饭 你贝贝贝贝上 也没说 在工作 那一切文具盒